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其实秋冬的时候呢 我会习惯性先喷一层顶庄粉末 这样的底妆呢 实际会更加的服贴 会有光泽感 从中间铺开 越往外亮越少 让两边留下正常的阴影 想要看起来 妆容呢 有一种油油的滤镜感 油油的滤镜感 建议用这种奶油乳液质地的粉底 很丝滑 流动性太好的 其实达不到那种奶油剂的通透感 这侠也会弱一些些 今天用的是完美一只新出的生水蛋 之前他们家的那个方瓶 我看网上的评论呢 评价就是褒贬不一 所以我没买 这个是我朋友之前推荐给我的 原本一听 现在 出乎意料挺好用的 可能因为我是干皮 它又正好是一个水润保湿型的粉底液 里面有海藻精华 阿列胶母之类的补水成分 给你们看一下妆效 光泽奶油肌 有一说一啊 它家的彩妆是真的做得很不错 底妆的话呢 从这瓶开始我是看到了很大的进步 我个人是真的很不喜欢全脸假面感 所以呢 底妆的话 我会更喜欢通透水润的 测续再进行局部遮瑕 这样的妆感呢 才是干净立体的 叠加的时候 一定是要放在高棍的位置 眼下来倒三角 劈去 鼻翼 还有嘴角 来看一下全脸的立体感 最后我建议你们用高妆的羞容高光 减少了那些浓妆艳抹的粉质感 这样就会像从皮肤里透出来的那种质量感 高光呢打在眼下 额头 下巴 因为我的眉骨呢比较高 所以呢我就不加量眉骨了 你们也可以在眉骨这个下方的西区位置再做体谅 最后又是我最爱的makeup forever 清晰无痕蜜粉了 以前我教你们呢是利用刷子来打造一种通透感 但是乌乌油油的亚光妆感呢就是要借用粉质了 沾取散粉之后直接上脸呢会感觉到干涸 应该把多余的粉末油搓开 再借助手心把粉末带走 确保上脸是少量油胶的 看看两边脸对比 彩妆部分呢因为是滤镜感妆油 所以呢下手重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今天我画的作用呢就是想修饰一下我的眼睛 这种妆呢其实在秀台妆经常会用到 眼影的轮廓呢是偏硬一点点的 下眼影是横过来的 是一个横切面 眼影可以硬一点 直的一个直三角 最后我点一颗类质 好了整体的装容就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很有那种滤镜特色的感觉呢 其实秋冬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加重一点装面 色系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些隆重一点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装面 一定要给我转屏障哦 依旧爱你们 拜拜